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就講講關於大陸的科技巨企所面臨的一些困境 在較早之前 阿里巴巴集團就被大陸當局要求整改 連高層都遭到約談 去到昨天 有大陸媒體披露 連外賣龍頭企業美團都出事 同樣遭到立案審理 可以說是 逐家的科技巨企輪著來收割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大陸媒體中國經濟周刊的報導所說 就說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 民事案件受理通知書顯示 有一名市民王某 就控告北京三塊科技有限公司 這家公司正正就是營運美團apps 和美團點評apps 控告他們什麼呢 就說他們 利用市場支配的地位 取消了支付寶的付費功能 使消費者 沒辦法使用美團apps 使用支付寶來付錢 實情媒體就說 有部份用戶自從七月底開始 在使用美團apps付錢的時候就已經發現 微信支付 和Apple Pay 都在支付的選擇列表上 唯獨是支付寶 就已經沒有再顯示出來了 所以現在就遭遇到這件反壟斷的訴訟 但是有大陸媒體昨天就專門上到美團apps那裏看過 發現得到 原來在外賣落單之後 已經可以用得上支付寶的功能 實情現在去移動美團的 原因或者藉口 都留過留定堅 實情搞得這些電子商貿的東西 不多不少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比如說大家走到淘寶上買東西 就算了 給錢的時候 一樣不能用微信支付的功能 都不是全部互通互聯 難道又說 這個淘寶是違反了壟斷法 所以 現在這個美團 就已經是把支付寶的 付費功能加進apps裏 不過我相信 這些叫做過得初一 就過不了15 這個意思 他今天就用這個 沒有了支付寶給錢的功能 去移動你 你加上去的時候 他自不然就會找到其他方法去移動 如果是立心要移動這家美團的時候 好了 至於 這個美團背後 究竟是有什麼 的新影響 講說 原來 騰訊系的公司 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截至今年的6月30日 騰訊系的公司 佔美團的 股份 超過17% 是第一大股東 所以 大家就看到 軌跡 先就是阿里巴巴 跟著就是美團 到底下一家是哪一個 遭到載國呢 這樣 真是拭目以待 應該都很快會出現 實情 這些所謂的民企 老實說能夠發展成為 那麼大規模的企業 肯定就並非一家 純粹的民企 你說如果在 一個普通的小區裏面 租一間店舖 賣腸粉 賣沙河粉 那一家有可能 民企都不出奇 你說這些 美團 然後背後 騰訊 持股一成七 這些是不是純粹的民企呢 我是有很大的疑問的 你從一家民企 能夠發展成為 科技巨企的機會 是有多大 是不是 這些所謂的民企 背後有沒有官方的 手影在裡面 如果說沒有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會相信 所以美團能夠發展成為 今時今日的地位 他不多不少 就是 向某些潛規則 妥協了 而官方也是為他們 創造了一個有利的 營商環境 如果不是 他們邊得來市場佔有率 可以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上升到68.2% 其他的 外賣平台 比如說餓鳥摩 那些 這樣加起來 都只有31% 所以既然國家是有需要的時候 這些企業就自然要作出回饋 這個是走不出歷史的規律 當然 現在的 收割手法 比起半個世紀以前 已經叫做先進很多 在半個世紀以前 那種 收割手法 就叫做割和青色的手法 就是搞所謂的公私合營制度 那種手法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當那些私人企業 從資本家手上 拿回來收歸國有經營之後 效率必然會大跌 因為 一家私人企業 做老闆當然就是要 將那個盈利最大化 因為所賺到的錢是內落自己的袋子 問題就是 當你委任一個人做廠長 或者是做商店的經理 才算 這幫人 做有三十六 不做有三十六 他就有份量 出份人工那麼大把 大陸的時候 連花紅 什麼都沒有 他自不然 做到某一個職位的時候 他就當然想一些 旁門左道的東西 想想中飽私囊的東西 以權謀私的東西 他就不會想公家的東西 這個必然是這樣 這是人性來的 所以當所有的私人企業 收歸國有來經營的時候 效率必然就是會大跌 因為這些企業所產生的利潤 裡面的頭目 完全就是沒有份分享 名義上 至少是 他自己如何落格 就是他自己的問題 好了 後來鄧小平就說 改革開放 他一改革開放的時候 就將市場的潛力無限釋放 正正就是造就了很多現在的所謂的民企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鄧小平也曾經被大陸有些人質疑他 究竟你是不是走資派呢 是不是走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呢 鄧小平就通過九二年的南巡 就把這個答案一錘定音 他就巧妙地 將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 就是這四個概念 就做了一個乾坤大邏儀 本來社會主義永遠都是行這個計劃經濟的 資本主義就是行市場經濟的 問題就是他創造了一件事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而這個社會主義就是行市場經濟的 所以當時 這個所謂聖之聖社的爭論 就到此為止 當然當時鄧小平也沒有很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 一定要聖社的 如果你太強調聖社的話 也沒有辦法堅持得到他的改革開放的路線 到了後期的時候 現在養肥了這麼多民企 終歸來講 又是走半世紀以前的路 來來去去都是走不出歷史的規律 養肥了以後又怎樣呢 養肥了以後 始終來到港味回饋回國家 沒有分別 只不過 在這個過程當中 竟然間有些富豪產生了幻國 以為自己真的可以跟李嘉誠匹敵 就說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這些富豪其實忘記了 你自己身處在一個 聖社的社會裡面 就算你的財富累積了多少也好 到最後來講是否完全歸於你的 這個是成問題的 但是李嘉誠的誠哥 他就是一個聖資的社會裡面做首富的 那些錢在他的袋子就是他的袋子 是受到法治的保障的 這個就是有根本上的不同 所以這個聖資聖社的爭論 到最後其實就不用爭論 歸根結底都還是聖社的 當然在過去這30年以來 就搞了市場經濟 釋放了市場潛力 那你那些做老闆的就不斷拼命去賺錢 這個在效率上 必然就是比國營為之好的 那現在的收割方式就不是再割和青色 就叫做割韭菜式 割一些又割一些又割一些 這樣就可以永續下去了 所以現在的收割方式就是比起 半個世紀以前的先進了 不用說整隊兵這樣衝進去 又說要打爛了東西 諸如此類 不用這樣 現在是文明很多 先進很多 不過 萬變不離其中 其實都是收割的 我也是留意到 昨天 李小嘉接受 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到 一段這樣的說話 他就說 世界的金融永遠都是世界的 不姓美 不姓中 不姓歐 只姓知 認識到大海的力量 就知道是擋不住的 這句說話眨眼看上去 有多少的政治不正確 因為他就談及到 世界的金融 只是姓資 即是說資本主義的資 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這句說話呢 明明有很多消息就說 他將要是 有機會競逐行政長官的大位 這樣 他說這番說話 我覺得是故意的 他就是故意 跟大陸作出一個區別 這句說話是故意說出來的 當然 可能他有一句 就是收了沒有說的 就是無論姓知也好 姓社也好 到最後 其實 都是姓黨的 如果有這句兜底的時候 就所有東西都解通了 說知道你姓社也好 姓知也好 到最後只要是姓黨的時候 那就已經是合情合理了 你搞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 究竟他 是不是最後這句 他在口中 說到口中留半句 那就不知道 但是反正 現在他就是表達出一種意見出來 就是他跟大陸有多少區別 他就是代表一個所謂海歸的力量 港票的力量 當然他講就是這樣講 香港人信不信 這就另一回事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